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之前今天魔道团一中已经把催眠术运用的很是德心应手了 也让许多从来没有了解过催眠术的人对于催眠术有了新的认知 随着这部电影的续集出现 电影更是将催眠术的应用推到了高潮 在影片之中几乎除了固定的魔术技巧 唯一能让魔术四人团突破重重险境 战胜所有难题的方法就是催眠术 影片之中第一部中的警察和通过三轮考验的魔术四人团结成了联盟 并且筹划了他们这一次的活动 这次针对公司是一个手机开发公司 这个手机开发公司平时里生意很畅销 并且准备发布新的手机 但是这个手机里面其实有手机公司放置的芯片 这个芯片是可以窃取手机用户的信息 手机公司通过贩卖用户的信息从而获得暴力 于是警察和魔术四人团决定揭露这个行为 于是他们靠着对发布会上领导的催眠 让领导说出让他们几个一起出席这场发布会的事情 大家对于这几个承恶扬上的魔术师的到来也是感到很兴奋 但是正当他们准备通过催眠 让手机开发公司的领导人说出真相时 LED上却出现了另一个人 揭露了这几个魔术师和警察是同谋的事情 在这几个魔术师逃跑的时候发现 自己也被密道里放置的东西催眠 最终还是落在了LED背后人的手中 此人原来是之前他们盗取钱财的制造厂老板的儿子 很痛恨他们窃取自己父亲钱的行为 而且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魔术师 所以威胁魔术师四人团去把芯片偷过来 让自己利用这个芯片获取暴力 魔术师四人团在他的威胁之下只好答应 他们通过催眠司机进入到了手机开发公司之中 通过各种催眠以及魔术成功盗取芯片 另一方面警察也接到了之前揭秘自己父亲魔术 并最终导致父亲死亡人的电话 于是出于好奇父亲之死 警察就借助职位之便把这个人放了出来 并得知当年自己的父亲并不是他造成的 最终警察和魔术团几个人会合 把威胁他们偷取芯片的人绳之以法 在这部电影之中 剧情虽然还是围绕着复仇而展开的 但是看点却是拨开案件 一层又一层的神秘面纱的经过 反观这部电影的精彩之处 催眠术可以说是这部电影的精华 无论是想要在手机发布会上揭示手机制造商的龌龊行为 还是想要逃出制造厂老板的手心 其实他们采用的都是催眠的手法 甚至在威胁之下窃取手机芯片时 也是靠着催眠术 才得以顺理成章的进入到公司里面窃取芯片 纵观整场电影 小编对催眠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这种瞬间的催眠术 无论是逃生还是揭露真相 惩恶扬善 甚至是面对威胁保护自己生命时 都是这么给力 小编只想现在默默买一本 有关催眠术的书籍好好研究 说不定就因为催眠术 而直接走上人生巅峰了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稍等便有打动 这个为了 不说不看 别别人 稍等